其实我觉得旺益战到今天为止 大家也陆陆续续听到了一些比较积极的一些消息 比方说中美双方可能在第一阶段的协议 很快要达成阶段性的成果 包括关税可能会逐步的降低回去等等 我觉得这都是一些比较积极的一些信号 当然同时呢 我觉得这一块对两边的经济还是都有影响的 过去连续三个季度最低的一次 所以我认为呢 对于两边其实是一个合则两立 斗则俱伤的这么一个结果 这是双方都不希望看到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中国呢 现在正在经历一个经济的一个转型 当然只不过是因为中美的这个贸易纠纷 有一点雪上加霜的一种这个作用 但是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包括中国市场的depth 就是它的深度和广度是可以在中长期之内 能够扭转这样一个趋势的 中国也在做很多的努力扩大内需 包括对于这个出口型的经济的一个依赖 我认为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好的一些举措 金融领域房地产领域等等 也都在经历一些去杠杆的一个过程 这样长久来讲的话 对于中国的经济体金融行业投资行业 其实是一个健康的一个趋势 贸易战对于各个行业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当然就律庭自己本身房地产投资的这个行业来说 也是受到了一些的影响 因为本身来讲对外投资 也是一个中国政府包括人民银行 重点关注的一个行业 因此在这个期间因为贸易战的一个影响 导致了很多投资人 包括政府的监管都提升了一个高度 很多人因为对于两边的形式不是特别的确定 而出现了这个我宁可就相当于是cash is king 我现在如果有保留现金的这个 当然比较夸张的一种形容 但是就是说很多人其实 kind of sitting on the fence 不太清楚到底是不是该投入 但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讲 包括因为我们在美国做房地产 也已经经历了三五年的这么一个半个小周期吧 我们认为房地产其实是在 越是在这种不确定的一种经济形态下 越是一种比较稳健的一种投资 尤其是我们现在律庭涉足的一些 有经营性现金流的一些房地产物业的一个投资 这个对于这个要配置美元资产的机构 还是高净值个人来讲 其实是比较理想的一种选择 因为长线的经营的物业 其实是可以跨过很多的行业周期来看的 因为很多的事情 你把它拉到一个相当长的一个周期来讲 其实就是很多短期的波动 就可以很轻松的absorb掉 或者就是一个短暂的一个行为 因此我们从这么一个行业的周期 和现在一个经济的一个周期来讲 反而是会推荐这个在房地产领域的一个配置 其实我觉得这块投资有不同的动机 首先我认为投资者应该想好 自己配置这一类资产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从个人的角度有资产的一个风险的分散 也有可能是子女在境外的教育 也有可能是整个家庭的一个移民 甚至是就是这个自己的一个产业的 之间的一个不同的配置 我认为各种因素呢 作为投资者在这个期间呢 要首先想好配置的一个目的 这因为有了这个目的呢 所以就能决定你投入资金的一个性质 你是短线的投入 还是相对中长线的一个投入 你对于这个回报的和风险的一个要求 就会完全不同 因此呢我认为 尤其是要配置美国的房地产 跟中国的逻辑可能还不太一样 中国之前很多投资人 可能在相对短期之内 就能实现一个比较 这个高幅度的一个回报 但是在美国这边呢 我们认为更多的是一种资产配置的一种理念 而不是简单的一个快进快出的一个投机的一种行为 其实我觉得今天才会感受蛮深的 因为有很多年轻的这个海外学子 然后都是在求职发简历 我也看到了很多 也跟很多学生有一些沟通 我觉得在这种中美大环境的背景下 我认为更多的是要提升一个 一个是综合实力 在综合实力当中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一个软实力的一个提升 因为我们中国的学生 大家都知道 其实在学科考试的分 考试的分数等等这些领域 都是非常强的 但是在中美贸易战的一个衬托下 我认为突显的更加突出的一个问题 是一个ideology的一个clashing 是两边的一个理念的和核心价值观的一些碰撞的问题 这种问题呢 其实没有对没有错 只是一个谁会更加适应 本国的国情和当下的一个宏观环境的一个问题 因此我觉得呢 我的建议给正在求职的学生 我觉得可能是要积极地投入到 珍惜每一份你的工作经历和在校的学习的经历 因为所有的机会都是你能够充分地融入到 这个当地的文化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好 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 通过这种努力和跟当地居民和同事的一种融合 能够提升你沟通的能力 也能 因为现在的留学生就是将来中美之间沟通的一个桥梁 只有你们更深入地了解中美之间文化的差异 还有共同点 我觉得就能对中美之间的事情 做出更大的一些这个益处有益的事情